美国的炒作 美国到底是希望和平 还是希望动武呢 常常看到这些新闻 我都不知道美国到底想要怎么样 首先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来看最下面 今天邱国正说 中国大陆的滚装货轮 我们游延转战 要纳入汉光演习的响定 正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张延廷张昌君 等一下就由他 从这个军方的角度来看 但是无独有 这个滚装货轮会成为攻台的利器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 去年美国包含了美国的国防部 点名中国的滚装货轮 对台湾的军事潜力 那么当时候的确央视也有做一些报导 中国大陆会有一些演习 滚装货轮里面呢 可以在满坦克 而且呢 这个是专制强迫症 怎么说呢 他们是排的 整整齐齐一列一列的 好很多人在讲滚装货轮是什么呢 其实啊就是你可以载汽车卡车 巴士拖车的这种 你可以把车开上船里面滚装货轮 所以当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提出说 一份中国实力计划的时候 它里面特别点名了 中国增加滚装货轮产量 可能是双重策略 一方面民用商用 一方面攻台的时候使用 真的是这样吗 将军 当然可以民转军啊 你平常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滚装货轮 平常的时候载车子 载卡车 载拖车都可以啊 打仗的时候 各位在坦克 在假车 在军用卡车都可以啊 甚至在小型的炮车都可以啊 就是这样子 因为打仗的时候会物力动员 物力动员打仗一定要强调 知重 你不是火力上去 那后面的那些弹药 那些梁抹还有车辆油 要不要上 要 那你就要靠这些知重 这些知重 这些后勤 那滚装货轮就派上用场 等一下 那我要请教张军了啊 那既然都动用到滚装货轮 要在坦克 那表示这已经是到登陆 到登陆了嘛 到登陆过战了嘛 但是两岸会走到这一块吗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见到嘛 但是问题是国防都是要极大化的 你跟这动员 我们也有人力动员 也有物力动员 甚至我们还有医疗动员 因为打仗的时候会有战伤 这等等很多动员的 也有车辆动员 所以我们看 你那个行车指数上面有动 有的动制多少的 你到处会被动员 是这个意思 那你这个车辆油要被动员了 那等等 那今天滚装货轮我们要渡海 渡海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你会不会弹尽圆绝 那你刚好啊 就是行政 作战有作战下泄 有行政下泄 这个时候如果掌握了海权 掌握了空权之后 海上的运输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讲就变成行政下泄 它可以靠港 靠港之后 那个船 那个我们叫做假车一步步出来 腾客一步步出来 军用卡车一路出来 中型的战术车一步步出来 那上一上来 它这样子 它这个不是说载几十辆 它也在载几百辆的 那如果小型的车子 载几千辆 是这样的下来几千辆 都是作战车子 没错 那假车的话 我们叫假车腾客 那几百辆 那上来都不得了 是这个样子 它随时平战结合 这个以民转军 是这个样子用途 所以我认为 今天邱国正有讲 油援转战纳入汉光 当然有可能 不能不是没可能 打仗的时候 一定是可用的装备资源 极大化 对 但是我觉得 评论刚刚的标题 为武统准备吗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 讲对了一半 因为呢 中国大陆有没有准备 中国大陆一定有准备 我们有没有准备 我们一定也有准备 好问题就是 备而不用 它有这个能力 但是它不一定要这么做 尤其是这个智库 我也觉得它讲对了一半 它说呢 中国大陆增加了滚装货轮的产量 是双重策略 讲对一半 为什么呢 中国大陆的确在增加滚装货轮的产量 而且呢 要增加的非常快速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比亚迪做这么好 这么便宜 刚才这个将军也讲到 他现在在拼出口啊 比亚迪现在呢 是一艘船 比亚迪探索者一号 已经深圳启航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国际关注了 接下来两年内 它要增加八艘滚装货轮船喔 到2023年中国的汽车出口120万辆 这个数字啊 去年就已经增长了78% 现在比亚迪不只是拼内销 他还要再拼出口 所以当然需要更多的滚装货轮 再来呢 比亚迪探索者一号啊 其实你知道吗 对于欧洲来说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我就在想啊 既然滚装货轮可以到台湾来 那滚装货轮也可以到欧洲去啊 那欧洲人家不担心这个 人家担心的是 中国的商品搭上滚装货轮 这个来势汹汹 让他们更紧张啊 对滚装货轮 就比亚迪出去的话 一定要是要上 上我们讲的上轮船嘛 上这个货轮嘛 滚装货轮 千里迢迢的 对就是这样子 他一再你看到他一排的时候 他说这上面摆的满满的 那这样的话将来 比亚迪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还越来越小 当然越来越大啊 那今天有 这比亚迪卖到欧洲 这条线是什么欧洲线 这比亚迪卖到中东 这是中东线 比亚迪卖到南美洲 南美洲线 那比亚迪卖到 可能非洲将来是要那个 我们讲的白菜价 那30万的 那非洲毕竟比较 所得会比较低嘛 这54个国家都是 比较穷一点嘛 那他也是一样要载到非洲去 我想请教张将军 如果以美国逻辑来看 如果这些滚装货轮呢 你都一定要把它想成 他一定有一天 就会拿来载坦克 那这不就是 美国不用想成这样吧 人家比亚迪 只是载个能源车 要卖到世界各地去 这美国会不会太炒作了 认你去想象 那这个是可以这样用 所以这个汉光演习 有把它纳入 滚装货轮纳入一个想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只是他这个军民结合 屏占结合的条件之一 国外货人只是七 你看看中国大陆的 轮船的货运量 我现在能够载货的 就是盾位数 比如说我一个大的盾位 我可以载50公吨 最大的了50公吨 你看到那个 我们不要讲的长龙海运 名字讲出来 你看那么多的 摆得满满的货柜 上面满满点点 最多可以载了两万个货柜 满满的 跌到上面 超高的 怕它倒下去 但是他都有算重心 他都有平衡的 中共的盾位是2亿5千万吨 哇2亿啊 2亿5千万吨 2亿不是几百万吨 几千万吨 2亿5千万吨 你看那么大的 这个债运量 那他如果是要去转 这个就是代表一个国家 所以中国为什么 目前发展海军 因为他是个海上 海上海上 海船要哪下 海权国家嘛 7千多个岛屿嘛 这些东西都是 他算是个海权国家 将来都要出去嘛 那现在的中国大陆是 我们讲到的 他是对美国货物那么 运输那么多 对欧洲出口那么多 滚张货轮 一般的游轮货轮 我们讲的滚轮货轮 货轮更多 游轮我讲的是运游的 不是那玩的那游票那个游轮 也是都要去做 保持这个国家的国力的墙长 中国大陆将来对外的货运量 一定是向上成长 因为它14亿人口 一定要靠对外面做生意 要不要做生意的话 我们讲到为什么美国 他这一次的我们 我们讲到的他那一个 那个女的到中国大陆 去访问夜轮 对不对就希望不偷勾 因为中国大陆东西便宜 你便宜的话会照顾中产阶级 因为中产阶级消不起 很贵的东西 那你便宜 买中国大陆货 中国大陆货出去要什么 当然要水运 船运 一定是海运 空运只有占1% 99%是海运 你空运都是贵的 晶片才可以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拿那个 拿那个空运来再 在那个 我们讲的在凤梨 再芒果 对 你要再樱桃可以 那个高价 樱桃一公斤的话 好几百块 对 但是你 你在那个凤梨 一公斤多少钱 太阳星全校 我认识到克菲尔医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医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 医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医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